第37题,37题38题是题主,请根据下列所提供的资料回答37到38题 古人利用木材生火取暖,木材是一种生殖能源 这类能源与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都是将植物型光合作用捕捉的太阳光能储存起来 转变成人类可利用的形式 生殖能源的生产常利用农作物或农业废料作为原料 有些农场收集深处的排泄物或有机废料集中于密闭容器中 利用细菌进行发酵作用产生甲烷作为气体燃料 此外,有些植物能产生类似石油的液态碳氢化物可以作为石油的代用品 例如巴西在1970年代为因应石油危机栽种了大量的甘蔗和素薯 利用其中所含的糖分或淀粉生产酒精 再将此酒精以10%到20%的比例参入汽油中作为代用汽油 可直接使用于一般汽车引擎 这类汽油比无纤汽油的抗震性好 且较不易产生有毒CO气体 但是当石油危机解除 人们又批评生产代用汽油未必能达到节约的目的 且需广大的土地去种植生殖能源的作物 所以又开始大量使用化石能源 未来当化石能源枯竭时 生殖能源将是具有潜力的能源之一 第三期题是我们线线小黑和小天使看完文章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请问哪些人的看法是正确的 线线木材是一种生殖能源 那我们在文章的一开头就已经表达了木材是一种生殖能源 所以呢我们的线线的说法呢是正确的 那么小黑木材煤石油天然气都是化石能源 我们在文章里面说 这类能源就是所谓的木材和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 所以化石能源指的是煤石油天然气并没有木材 所以我们的小黑的说法呢是错误的 小天使木材煤石油与天然气都是将植物形光和作用捕捉的太阳光能储存起来 转变成人类可利用的形式 文章里面已经明确的表达说 我们的这类能源跟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 都是将植物形光和作用捕捉的太阳光能储存起来 转变成人类可利用的形式 所以呢我们的小天使的说法呢是正确的 所以线线跟小天使的说法正确 第三期题问我们说 请问哪些人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线线和小天使